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豪公开课 这次我们来说说 清朝统治蒙古的一国两制 曾经到欧亚所有民族文风上胆的蒙古人 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一蹶不振的样子呢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 因为改姓佛教 藏传佛教 被佛教磨平了棱角 这种说法在民国初年就开始流传 后来更成为很多历史科普者们的共识 而且这不是空穴来风 证据很多 所以很多人都相信了 我来说说证据吧 清朝时期蒙古的藏传佛教 得到官方的提倡 寺院林立 僧侣众多 外蒙古有寺院2600座 僧侣10万余人 内蒙古有寺院1800座 僧侣高达15余万人 平均每一期有4月30到40座 要知道生旅占蒙古的人口比例 达到30%到40% 有些地区甚至高达50%到60%之间 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 因为生旅是不生产 不纳税 不参与世俗工作的 他们纯粹要靠其他世俗的人供养 与之对应的呢 则是蒙古人口不断的在减少 清初统计过蒙古有216万9446人 到了清末则是减少到了171万5818人 减少了幅度高达20.9% 要知道清朝的中国人口是整体膨胀 但蒙古的人口却在萎缩 清朝官方的清朝礼繁苑兰 是这样说的 蒙古之弱 既刚不立 为佛教是从 于是喇嘛日多 人丁日减 照庙日盛 种类日衰 这是清朝官方的看法 很有代表性 所以很多人在引用 说来也头头是道 还有啊 还有其他证据 当时的蒙古知识分子 也对藏传佛教大肆批评 清末的蒙古哲学家 罗布桑雀丹 他本人就是个喇嘛 到国日本留学之后 他却开始批评蒙古的 藏传佛教信仰 在他写的蒙古百科全书 蒙古风俗剑宗 他是这样说的 英雄的宝剑 换成了手中的念珠 无畏的勇士 变成了寇贵的懦夫 健康的人 无畏的向佛像 祈求诱护 人人手持念珠送送 加加喇嘛念经祈祷 敞开死亡的大门 面朝永不回首的方向 很形象不是吗 很深刻的描写 蒙古人在藏传佛教的 消磨之下 失去了战斗的血性 再来 学者们多半同意 蒙古衰落的根源在于 大批青壮年出家为生 导致人口锐减 大量的财富被捐献给了寺庙 各种产业发展皆停滞 促成蒙古衰落 所以在清朝要崩溃的那些年里面 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 只是遥远的传说 毕竟在人口4亿多的清末名出 100多万的蒙古人能有什么大的影响力呢 看来啊 结论就是藏传佛教毁灭蒙古吗 我不这么认为 应该说 看历史之所以会有种种不同的观点 就是每个人思考的角度不一样 刚刚的说法呢 又有官方史料 又有学者亲身经历 何况他本人还是喇嘛 而且当时的也人所共见 这不就是事实吗 有时候促成事实的原因 不能简单的线性思考 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蒙古人两度信仰藏传佛教 第一次是元朝时期 1255年 88在忽必烈面前 与西经道教辩论大胜 忽必烈遂焚烧道教经卷 并且归还道家占据的佛萨 1260年 88被忽必烈封为国师 从此他成为整个元朝的精神导师 受孕印任中原法王统领全国佛教 这是藏传佛教在蒙古的第一次全盛时期 而此时的蒙古一点也不衰落 后来随着元顺帝北顿 蒙古各部都重归萨满教的怀抱 蒙古各部落在明朝压力之下 反而相对衰落 1578年 藏传佛教格鲁派 也就是汉地俗称的皇教 传入蒙古 此后蒙古势力大长成为明朝的大帝 在蒙古并入清朝之前 曾经两次虔诚信仰藏传佛教 也曾经两次势力鼎盛 因为藏传佛教喇妈 并不是什么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 他们也可以是战士 在雍正时期有个例子 当时清军入侵青海 当地寺庙喇妈从军参战 以郭隆寺一战为例 数千喇妈跟清军激战 不敌之后退入山洞 被放火烧死也不投降 台湾的原住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最近被编进台湾的课本里面 雍正在阅读战争报告之后是这样批示 他说实属其事 方文词等英勇之喇妈 更何况喇妈不只能战斗 也能传承文化 北原之后的蒙古地区因为常年战乱 知识分子几乎消失殆尽 别说是牧民 就算是王公贵族也大多是文盲 所以如果没有藏传佛教再度传入的话 蒙古的文明几乎要退回到石器时代 没有文字 藏传佛教寺庙其实也就是学校 学校延续了文明 当时寺庙均设有经学学部 医学学部和时轮学部 就是天文学 对蒙古也有天文学 当时的喇妈不仅会念经 还会画画 会治病 会画图纸 极其受人尊重 有了这些喇妈 蒙古的历史和文化 才得以规范和传承 古代的蒙古史诗 格尔罕 克汗传 满都海册 陈夫人传说 因此就变成了手抄本和刻印本 传承至今 不然的话只是一些史诗而已 老人传唱 老人一旦离世 就什么都没有 黄金史纲 黄金史册 金伦千福等等史书的作者 本身就是喇妈 还有藏传佛教还能创造财富 因为很多市政是围绕了寺院而生 像格尔当汉国的首都伊犁 就是以大寺院扎尔顾寺 海努克寺为中心的 清史稿就说 当地是人民因素 物产饶狱 西垂一大都会 这都是喇妈教的功劳 谁说喇妈教让蒙古衰弱的 最后 藏传佛教教诲使得蒙古社会的古老陋习得以消灭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因为萨满教要用血肉共神 这是他们可怕的传统 不但要宰杀大量牲畜 甚至以同男同女为共品 当时蒙古贵族死后 也要进行人训 你说这是什么风俗 这就是萨满教的遗俗 藏传佛教传入之后 以诵经 敬佛 燃香等仪式 代替喇妈教的祭祀仪式 供佛也采用乳制品 严格禁止杀身祭祀 贵族去世之后 会请喇妈诵经四十九天 一般牧民死去 则诵经七天 如此而已 并不铺张浪费 说了半天 你应该发现了吧 蒙古并没有因为信仰 藏传佛教而衰弱 但是清莫名出的蒙古 却又实实在在的贫弱不堪 这种莫名其妙的对比 应该怎么解释呢 来吧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来告诉你 跟政治有关 或者说跟清朝 刻意采取的统治方式有关 清朝在蒙古实行的蒙旗制度 这是绞杀蒙古勇士的无形锁链 当年蒙古铁骑之所以 避逆欧亚 主要依靠灵活的机动性 清廷意识到 想要真正安稳的统治蒙古人 首先就是要破坏这种社会特征 要将其分散成碎块 并牢固的限制在固定的土地上 不能让他们再机动 使蒙古人不能再机动 不能再联合 不能再四处征战 他们就变成无需畏惧的懦夫 于是蒙古各部就按照地域被划分为蒙旗 分得非常碎 内蒙古四十九旗 外蒙古八十六旗 西北蒙古三十四旗 还没完 西套蒙古两旗 青海蒙古二十八旗 总共一百九十九旗 各旗大者数万人 小者不够数千人 分之散之 则亦为至 这样子你还能玩出什么风浪 还没完还有更狠 蒙古各籍的人口少 但是官职可不少 清朝替蒙古人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寄生虫群体 世袭贵族 你可以说 从上等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 到中下等的一二三四等的台籍 这些世袭贵族 是清朝刻意替蒙古人安排的社会性癌症 贵族享受特权 负责供养他们的部落 则人口稀少 所以不明负担极重 生活长期处于勉强维持温饱的状态 同时清廷贵各蒙就限定牧场 严禁月禁游牧 从此之后天灾来临之时 蒙古牧民只能坐等救济 一旦救济不及时 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死亡 即使没有天灾 长期的固定地域放牧 也会使得草场退化跟杀化 蒙古畜牧业因此萎缩 生计日益的困难 除此之外 清廷无论内外战争 蒙古都要出壮丁参军 清朝对蒙古的征兵比例 远远高于其他的民族 如此一来 蒙古永远没有重新强大之日 最后就是官营商业给予的致命一几 这个在竞商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参照 我们找个外国人的故事来看一下 1844年法国传教士狗哥木 游历蒙古时 他在鄂尔多斯遇到一个叫 姚庆图的商人 与之交谈之下留下了一段生动的说辞 这是以姚庆图的第一人称说的 您不熟悉蒙古人 他们就像孩子一样 我挽着他们的手臂 答应带给他们商品 他们就会开心的笑 当然啦 这样买的东西自然要贵 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利息都累积起来 并且要利滚利 每年我们都要走遍草原去收利息 蒙古人的债务永远也还不完 因为这些债务还要尤其子孙们继续偿还 他们用绵羊 骆驼 马 牛 来偿还 我们则用非常便宜的价钱 收买这些牲畜 在市场上再高价的卖掉 后来新史稿是这样描述这些竞商的行为的 竞商重力盘算 牛羊驼马率以抵收欠账 搜刮将空 万骑千群 长驱入塞 已至蒙古生计颇奸 贫瘠日盛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 清朝这种恶整蒙古的政策 还拉上了藏传佛教作为保护社 实现一石二鸟的效果 清廷刻意给予喇妈优待 森林们可以免纳税 免姚役免兵役 如此一来就避免了出现 以藏传佛教为号召的反抗 因为他们也算既得利益者 二来清壮年则会集体进入寺院当喇妈 使得整个蒙古社会失去付出的可能性 从此蒙古只是清朝人力提款 及再无反抗的可能 视为清朝统治蒙古 视为一国两制之妙 好了 以上就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